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映天后,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梅艳芳的最后人生,梅艳芳有癌症家族史,大哥梅启明2016年幻想过大腸癌, 而三者梅艳芳,2000年因子宮颈癌病逝,二哥梅德明,在2015年因后癌病逝。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香港爆发,梅艳芳为SARS病患者筹款, 并发起1比99音乐会,号召全香港歌手演出,并成立冲撞行动基金会, 协助受害家庭的孤初。 这场活动期间,他曾向记者表示,演唱会后可能会生长大病, 但类似调刊,并没有引起注意。 到7、8月间,外界盛传他离患癌症, 其后他在2003年9月,向外宣布证实离患子宮颈癌, 起初采取保守治疗,但是中医治疗效果不佳。 之后,才接受化疗及电疗。 事实上,梅艳芳病逝两年多前, 就已诊断出离患子宮颈癌, 那时只属零期阶段, 若他接受局部组织撤除, 治愈率纪近百分之百, 但他以工作繁忙为由, 拒绝就医, 以致病情恶化, 直至痛极难耐时, 才肯勉强求医。 他在亲友以及徒弟的陪同下, 坚定地说, 这场仗我一定打赢, 并承诺粉蛹对抗病魔, 其后在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 仍坚持抱病举行演唱会, 并在演唱会中, 穿上刘培基设计的婚纱, 完成了架级舞台的心愿。 演唱会后, 梅艳芳迎到日本拍摄美容广告, 及后, 在朋友和医生极力劝喻下, 持演张艺谋执道的电影, 十面埋伏。 2003年12月初, 我病的梅艳芳, 就以私下定立为组, 却始终没有放弃继续登台演出的希望。 据其自有, 著名文学家李碧华, 在花开有时, 梦醒有时一民中回忆, 梅艳芳曾在病塔上看到他全真的舞台剧剧本信息, 却因医生告知癌细胞扩散, 今后再不能登台演出, 而抛下一句, 既是这样, 我便走了。 2003年12月30日凌晨2时50分, 梅艳芳中因癌细胞扩散, 导致肺功能衰竭, 于养和医院逝世, 享年40岁, 增前众多好友, 在病塔前陪伴他到最后一刻, 好友都说梅艳芳去得很安长, 离开时样子还很甜美, 虽然很累, 他在最后一次演唱会上曾说, 遗憾自己没有结婚, 母儿无女, 他离世的时候, 各方亲友和生前的男友, 纷纷赶往医院,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梅艳芳的磁势震动全港, 香港多份报章推出特輯及好外, 而环球唱片亦在谭泳伦网页发表声明, 表示梅艳芳的去世, 乃亚州区的损失, 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 以至前学运领袖吾以开戏, 香港立法会议源流千石, 君致送花圈或亲自到灵堂自祭, 有歌迷穿上印有Anita Mui永远怀念字眼的黑衣, 在殷儀馆外守候, 将艺谋为表尊重, 决定不找其他演员代演他在十面埋伏的角色, 另外, 其为作男人四十, 令他当上长春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2004年1月12日, 梅艳芳于香港殷儀馆出殷, 治桑委员会议, 别以, 香港的女儿, 为题, 刊登库文, 有上万市民参与送别, 单是香港艺人参加的人数, 就有600多人, 另外还有很多外籍艺人, 以及大陆的艺人, 和香港政府各级官员, 数万名影迷歌迷, 累耍当场, 人们都在宋梅艳芳最后一程, 八位扶宁人士刘德华, 刘培基, 梁潮伟, 陶哲, 连延辉, 苏孝良, 张敏仪, 杨子瓶, 他们都是梅艳芳的生前好友, 梅艳芳的儿生, 和借庭峰捧着梅艳芳的遗照, 送梅艳芳最后一程, 他的遗照, 和当初张国荣的遗照一样, 手中的香烟都被去掉, 只剩下了一个手势, 去纪念他们的友情, 梅艳芳恨珍惜与每一位朋友的关系, 去世的时候, 幻想着自己的朋友跟粉丝, 他的遗言是, 别哭, 别叫我名字, 感动了全香港, 目前, 梅艳芳在香港有两个灵位, 可供供众拜祭, 分别位于香港大鱼山天坛大佛, 和九龙堂省善真堂, 中国大陆歌迷亦在许多佛子内, 为梅艳芳供奉灵位, 地点包括广州, 上海, 北京, 南京, 杭州, 成都, 武汉, 天津, 沈阳, 云南, 山东, 江西, 西安, 太原, 郑州等等, 好, 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